没有飞天遁地的五毛特效 原汁原味的高手对决 就是这样简单 甚至看起来有些笨拙 盲人剑客名叫阿世 他杀死的并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也是阿世唯一能送给好友的 坐头式的故事已经被翻拍了无数遍 所谓的坐头 指的是以说唱按摩针灸为生的盲眼僧人 眼前的这位坐头阿世 不仅按摩技术很高 剑法更是以针划镜 但阿世并不想以杀人为生 过着仗剑走江湖的流浪生活 这一天阿世来到一座小镇 打算在游过一面之园的朋友家借宿 朋友名叫祝武郎 是小镇的图霸王 手下小弟众多 经营着好几家赌场 正巧武郎不在家 小弟便带着阿世到赌坊等待 阿世虽然是盲响 也有缺点 比如赌博 于是阿世提出加入 那些人见瞎子来送钱 立马同意 谁知 栽到了老江湖阿世手中 他先故意输了一局 等到对方误以为瞎子好欺负 将所有的钱都押上时 结果反而上了阿世的档 输了个精光 赌棍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于是派阿吉和大马 从后门去追阿世 把钱抢回来 谁知在巷子里 遇到了自己的老大武郎 看到武郎热情款待阿世 两人只能作罢 武郎向小弟们 夸赞阿世的剑法了得 还邀请他到家中小众 小弟碍于老大的面子 不敢吱声 武郎除了安排豪华房间 还派小弟阿吉 照顾阿世的生活起居 按摩席裤子 样样周腾 当晚武郎的结拜兄弟 半次来访 半次是当地的小白脸 武郎原本看不上 只因半次的老婆 是当地知识的情人 半次靠着这顶翠绿的帽子 居然混得人模狗样 饭桌上 半次提醒武郎 他的死对头替穿 最近请来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士 武郎听后 得意地告诉半次 自己有盲剑壳做头事 武郎便让小弟将阿世喊来 让他在半次面前 展露一下身手 武郎有求于人 只得陪笑 化解尴尬 不久 阿吉的妹妹阿种 突然来找他 原来阿吉是个负心汉 把阿种闺蜜 阿笑的肚子搞大了 却不想负责 没说几句 阿吉就转移话题 说起阿种的个人问题 原来阿种是帮派三把手 倾助的前妻 当初阿种因不满轻助的作风 选择了离婚 和轻助于情未了 阿吉为了讨好上司 有意戳合二人 阿种对轻助早已失望透顶 气得摔门而出 阿世听到两人的谈话 对于阿吉的无情 和阿种的善良 了然于心 隔天 阿世到湖边钓鱼 遇到了一个名叫平守的武士 此人正是武郎的死对头 替穿请来的打手 阿世从他的呼吸中 断定他患有重疾 只怕十日不多 两人都是绝世高手 萍水相逢 竟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钓鱼回来后 阿吉向阿世请假离开 晚上阿世到阿吉父亲的餐馆吃饭 阿吉的妹妹阿种 见游客道 热情地为阿世服务 还没开始 隔壁传来一阵打斗手 原来武郎的对手替川派 到武郎的赌坊拉克 被发现后挨了打 阿吉的父亲感叹 又要火拼了 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替川收留平守 看中的正是他的好剑法 而武郎原本就兵强马壮 之所以热情邀请阿世 在家中小助 就是为了在这关键的时刻 让他出手相助 但小弟们没见过阿世的剑法 对于这个瞎子 究竟有几斤几两 根本就不看好 说不知 阿世就在人群中 将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阿世说不介意别人叫他瞎子 因为这本就是事实 可绝对不允许别人 侮辱他的剑法 是时候 让这群互捧开开眼了 阿世展示完剑法 潇洒离去 面子挂不住的武郎 在小弟面前 一顿巴格亚路的咒骂 然而下一秒 就嬉皮笑脸 拿着金子求阿世 好家伙 这大丈夫能屈能伸 属实让他玩明白了 阿世也不跟他客气 狠狠敲了一笔 最后两人以八两金子达成交易 武郎先付了三两 作为定金 随后阿世返回住所 阿吉谎称 刚才是去替老大办事了 隔天一早 阿世又去钓鱼 听人说 湖中有具女尸 死者正是阿孝 阿种愤怒地质问哥哥阿吉 是不是他做了 可阿吉对阿孝的死毫不关心 反而叮嘱妹妹 要严守秘密 不要让人知道 自己与阿孝交往过 阿世猜测 阿吉就是凶手 却没有真凭实据 就在这时 平手也来到虎边 此时的两人 已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份 虽各为其主 却没有动手 平手还邀请阿世 到自己的住处喝酒 两人一边饮酒 一边促膝长谈 十分投机 正所谓仗剑行天牙 说起来快意洒脱 但坐起来 往往身不由己 交谈之时 替川来找平手商量对策 此时 替川还不知道 阿世是武郎请的帮手 阿世见游客来访 便起身告辞 阿世走后 替川得知 刚才的瞎子 竟是武郎的人 马上派两个手下去截杀 盲人剑壳阿世 一烧菊和斩 将两个混混砍翻在地 在一旁观看的平手 对阿世的剑法钦佩不已 替川则是大惊失色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世离开 正所谓离上往来 阿世返回住所后 让阿吉去买三瓶好酒 送给平手 感谢他之前的热情款待 谁知阿吉吃了回扣 让一个小弟 买两瓶最差的酒送过去 可怜的小弟 拿着酒来到平手家 不巧平手不在 遇到了替川帮的小混混 两人之前 在阿世处受过气 将小弟抓起来 一顿毒打 直接要了他的性命 还将尸体扔到武郎家门口 很明显故意挑衅 两大帮派即将决一死战 就在这时 替川帮传来噩耗 平手病重 昏死了过去 另一边的阿世 听说送酒的小弟 被杀的消息后 感叹事事无常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 头巾落在了餐馆 于是赶去取回 没想意外英雄就美 另一边 阿吉见无法劝说妹妹 索性告诉青柱 妹妹可任凭他处置 还从青柱那儿 拿了一笔钱 青柱先是对阿种 软磨硬泡 见吴济于事 便要霸王硬上光 阿种拼命争扎 气急败坏的青柱 掏出了刀子 扬言 若是阿种不从 就刮花他的脸 危急时刻 阿世及时赶到 青柱知道阿世的本事 不敢再放肆 阿世考虑到阿种的情欲 只好装作不知道 然后送阿种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月光之下 阿世和阿种 并肩而行 阿种担心阿世的安慰 劝他离开小镇 好家伙 中年老光怪 哪受得了这个 阿世心中荡漾 但还是抽回颤抖的手 这边 两人互生好感 那边 五郎听说 平手病倒的消息后 心情大好 立即向替川帮 下了挑战书 再说平手无力参战 那么 人多势众的五郎帮 也就不需要阿世了 五郎便想 从阿世处 要回那三两定金 阿世自然不同意退回 五郎因忌惮阿世的剑法 不敢硬强 只能怒斥阿世 是个吃白神的瞎子 八个鸭录了几卷 便离开了 另一边的阿种 得知五郎帮 即将于替川帮大战 借送饭 来看望阿世 听说阿世 不去参加火拼 阿种非常高兴 这时 阿吉冲了进来 原来他听说 阿世要被老大赶走 一脚将阿种 带来的食物提翻 直高气昂的 赶阿世走 阿世没有理会 眼下他最关心的 是好友平手的病情 赶到其住处 却不见平手身影 照顾平手的小和尚 告诉阿世 替川之前 找过平手 说平手既然生病 无法出战 那自己只能用羊枪 来除掉阿世 平手听后大惊 他知道 阿世就算剑术再高 也无法躲避羊枪 他不能看着好友惨死 平手向替川承诺 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 只要他们不用羊枪 对付阿世 便答应参战 阿世当即明白 好友为救自己 用心良苦 阿世决定留下来 救平手 就在这时 阿种找来 向阿世表达了爱慕之情 阿世心动了 却没有接受 他始终因为自己 是瞎子而自卑 此时他最担心的 是好友平手 于是让教夫 赶紧送他去替川帮 阿种虽不舍 却没有阻止 对着阿世大喊 自己会在大路上等他 教夫抬着阿世 来到替川帮 重见两个帮派 正在活拼 教夫吓得扔下轿子 赶紧逃跑 原来五郎仗着兵强麻壮 直接杀入替川帮的老巢 谁知替川 也有对策 苦肉计 果不其然 五郎帮先锋 见对方望风而逃 立马乘胜追击 结果掉进了替川帮的 口袋阵冲 被杀得骗奖不足 不过此时 五郎并不慌 因为他们的人数 依然占优势 当即领着大队人马 气势汹汹地杀来 和两军对垒之时 五郎却傻了眼 无视平手 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即便是生病的猛虎 依然可以肆意蹂躏 怯懦得羊群 平手挥动长刀 冲锋陷阵 五郎的手下不敌 一个个地被砍倒 但平手的生命 也在一点点地被耗尽 替川帮借助平手的威风 很快占据了优势 五郎帮的混混们 则纷纷坐鸟受散 五郎见势不妙 急忙用头巾 包住脸逃跑 半路上还撞到了 怕死的阿吉 就在五郎帮 就要土崩瓦解之时 阿世终于赶到了 平手临死之前 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跟阿世一决高下 出于无视之间的尊重 同时也为了 完成好友的心愿 阿世不得不拔剑相向 平手欣慰地 死在了阿世怀中 漂亮二字 既是对阿世剑法的赞美 也未尝不是一种欣慰 瞎眼的阿世 流下了滚烫的泪水 漂泊半生 知己难求 平手地离开 让阿世愈发感到了孤胆 一剑平手战死 五郎帮士气大振 剃川帮则是人心涣散 很快被打得丢盔弃甲 老大剃川 也被对方乱刀砍死 一剑形势逆转 五郎重新现身 神气活现了 拿出大哥风范 自以庆祝胜利 还要请阿世喝一碗庆功酒 阿世看到这群魔乱舞的场景 声色俱力 圆征盲目 抬手一剑 劈开了酒桶 怒斥五郎冷酷无情 面前死了这么多的帮众 弟兄的尸体 都还没有掩来 老大居然就来庆祝圣女 帮派分子 果然毫无道义 说完 阿世将三两金子 扔给五郎 拂袖而去 阿世来到平手 生前寄居的寺庙 给了小和尚一大笔钱 拜托他安葬平手 把自己的账件一起埋葬 交代好这一切后 阿世转身离开 阿吉则是 偷偷跟随阿世 想从背后偷袭阿世 却不料 阿世早就察觉 背后有人跟走 阿吉冲上来的一刻 阿世肩膀微微一用力 就将阿世 撞进路边的湖水中 没有掀起几个浪花 阿吉就沉入了湖底 阿吉在这里 害死了阿孝 自己也死在了这里 果然是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大陆上 阿种在焦急地 等待着阿世 可阿世明白自己 无法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所以故意避开 大陆上的阿种 从荒山岩岭中 找出一条小路 开始了新的漂泊之路 天大地大 孤身一人 四海为家 1962年上映的这部电影 开启了今后 多达二十几部的 做头饰系列电影 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甚至著名动漫 海贼王中 海军大将 腾虎一笑的原形 就是电影中的做头饰 连两个角色 在独房里的登场 都如出一辙 感兴趣的观众老爷 不妨对比看看 别有一番滋味